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9月25号 杭州亚运会武术比赛现场出现爆笑日幕 自称武术大师的马宝国在看台上展示所谓功夫 影片热传 网友纷纷讲笑地说 你们哪个将烟头扔了去马老师衣服里面 影片显示 身着灰白色中式服装的马宝国 突然在看台上展示起所谓的功夫 只见他身体疯狂扭动 两只手上下乱触 李音乐客呆了很多网友 纷纷讲笑话 你们哪个将烟头扔了去马老师衣服里面 看看辣到马老师 旁边的观众的胆真是大 都不怕受内伤 还有网友嘲讽 文有石俊 安天下 没有有宝国 镇乾坤 马宝国1952年出生于河南南洋 自称运营仪态的权掌援人 2020年5月 马宝国对阵民间武术爱好者黄庆文 30秒内被连续击倒3次 倒地昏迷 日前杭州亚运会开幕 马宝国再次现身 并在体院馆门口前面展示了他所谓的功夫五连边 9月25日 曾经打架马宝国的格斗人士徐晓东 在YouTube频道上表示 马宝国打的就是神经病权 他就是个骗子 央视新闻居然被这种丑人镜头 现在就是骗子当道了 小人坦荡荡 君子小心心 在什么势度 徐晓东说 自己是搞体育的 但是就遭到了中共的封杀 现在在百度连找他的名字都显示不出来 他提及 他前两天去了见不福剑 得知不福剑的抖音都被限制了 发布一些东西之后 过一阵就没了 徐晓东还提到腾讯的监控 他说 之前有传言说 腾讯的监察部门 审查部门都被撤走了 怪不得最近微信群封少了 单实际商区不是撤了 而是换了个名字继续 而西藏成立了新的部分 跟着去监控和管控中国人 没完没了 中国政局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 继火箭军 秦刚 李信福等人出事之后 传闻赵乐际都非常危险 时事评论员员工仪接受看中国采访表示 整个中国只得习近平想要武统台湾 军队都不想打仗 他成功到过第三个任期 并且将统一台湾当作是他的使命 民统不成就用武统 但是习近平发现他在军队都是打不了仗的 个个都口是心非 贪心怕死 因为个个都是独身子 你想死 家人都不让你死 必须传宗接待 那些军队将领在习面前说要打仗 在背后又说打不得 所以习近平最近以贪污名义捉了很多人 贪污有什么好捉的 根本就不是贪污原因 而是军队不想打仗 里面传出消息指习近平非常生气 原进一步分析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 如果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胜出 习近平就会发动战争 距离选举还有四个月 现在他在做准备 但是军队不想打仗 而诸多的理由堂失 他们当年都是为自己着想 所以习近平面对的问题就是军心 今次王毅在马尔他 和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会谈了超过12个小时 实际上是说不要打仗 习近平知道自己处于劣势 军委全部散了 火箭军都散了 其他军种全部都散了 怎样打仗呢 真正要武统台湾的时候 习近平才发现 以前所调来调去的军官全部都不重用 到今时今日都没人听他的指令 其实习近平的人都不超过1000人 由福建 浙江去到上海 再去到北京 全部加起来都只有1000人 现在主掌江派的是 曾庆红和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 他们的势力分布在全中国每个地方 中国有千万个官员都是效忠于江派 也都只是曾庆红 中国和香港都是由曾庆红去管事 包括香港特首和梁振英 都是要听江派的命令 讲到最近传出赵乐际出事 原话 赵乐际绝对是江派 虽然他和习近平是同乡来自陝西 但是赵乐际是江派培养出来的人 江派想用赵来去接替习近平 当年习近平就要反击了 但是曾庆红是出了名的老谋心算 曾庆红以前负责香港 我想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他的手下可以赚到多少钱 实际上香港人都要看真面色 当年是他决定换了董建华 可以想象香港很多都是真的人 据说曾庆红管香港的时候 花费了上千亿的美金 现在习近平开始调查和追究他 袁公仪表示 习近平要对付曾庆红 又要应付国内经济 国外四面八方都是敌人 都是想要他下台 所以忙得不得了 袁公仪说 曾庆红一句说话 立即这帮人就会动手 不是讲笑 随时会发生政变 袁担心习近平凶多吉小 因为他在玩手段上 不够真兴红狠 习近平最近都不愿意出国 为什么不出国呢 全国大乱情况非常危险 随时会倒台 去外国开些什么会 去外国开会至少三天 你三天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可以被人推翻 美国媒体新闻周刊9月26日报道 在联合国大会媒体新闻记者会上 俄罗斯外交部长 借意盖拉夫罗夫表示 如果能够满足俄罗斯所提出的关键条件 就是寄付承诺不加入不约军事联盟 莫斯科不单止可能会同意结束俄乌战争 而且将会承认俄乌战争爆发前 乌克兰的领土边界 拉夫罗夫说 1991年 俄罗斯政府是根据乌克兰脱离苏联时通过的独立宣言 承认乌克兰的主权 对我们来说 关键要点之一是 乌克兰必须要是一个不结盟的国家 不会加入任何军事联盟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支持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 据政治新闻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今年在波兰的演讲当中说 俄罗斯永远不会取得乌克兰战争的胜利 永远不会 而且俄罗斯必须作为决定性的失败者 在入使策 以此来阻止其他专制国家 在未来发动类似俄乌战争的军事行动 目前 可能至少有三种方式去结束这场战争 第一种的方式是 乌克兰取得战争胜利 最明显的方法是 等乌克兰军队奪回俄罗斯至2014年以来 佔领的所有领土 包括克里米亚 这个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 不过在现实当中必须要承认 乌克兰可能无法在未来一两年内取得全面的成功 几乎发动的大规模反攻虽然有一些进展 但进展缓慢且痛苦 俄罗斯军队在遭受重创和士气低落的情况下 仍然保持了暗性 俄罗斯还拥有大量的兵源 第二种方式是 乌克兰通过外交谈判 达成泽连斯基的十点和平计划 俄罗斯撤出所有军队 并为战争最幸付出代价 不过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 从来都没有在谈判台上结束过战争 第三种方式 在美国的支持下 乌克兰军队尽可能持续不断在反攻当中取得进展 在明年适当的时候 基辅宣布暂停进攻性军事行动 将他们的主要重点转向保卫和重建被占领过的领土 然后在2024年7月华盛顿举行的峰会上 北约将会邀请乌克兰加入西方军事联盟 乌克兰加入北约 可能是战争的结束方式 美国CNBC报道 前英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 李查德·巴伦斯表示 考虑到乌克兰拥有的兵力 他们不可能在2023年将所有的俄罗斯人赶出乌克兰 俄罗斯人都不可能放弃战争 因为一旦失败 俄罗斯政权将会面临着绝望的后果 乌克兰人还没有失去战斗的意志 也都不准备放弃被占领的领土 他只是想要更多这样的援助去夺回领土 这个将会令战争持续到2024年 甚至可能拖到入2025年 巴伦斯认为 未来几年都可能持续打仗 这个将会迫使欧美国家 持续不断投入巨压的军事 人道主义和财政资源 西方接下来 每年将会需要提供大约1000亿美元的援助 至少在2024年和2025年都是这样 而几乎当局至少需要取得一些大反攻的进展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否则西方国家的国内不满情绪将会加剧 所能提供的援助会越来越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